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可以看到打架事件发生在人来人往的街上 穿红色衣服的男子与灰色衣服的男子在对峙 由于画面比较模糊 没办法确认红衣男子是不是钱佳乐 发布视频的网友为了取得大家信任 特意贴了一张近景照 红衣男子确实跟钱佳乐有几分相似 一开始红衣男跟灰衣男吵架 之后他靠墙而战并挽着手 似乎不想理会对方 灰衣男并不罢休 不断用言语挑衅他 过程中还多次将脚边的手推车推向他 显得很是激动 灰衣男终于激怒了红衣男 红衣男一脚踢飞手推车 两人开始互相攻击 灰衣男一开始招架不住红衣男的攻击 直接摔倒在手推车上 但他很快爬起来继续打红衣男 红衣男随后放下背包 跟灰衣男你来我往的打起来 灰衣男大多数时候都拼命保护头部 没有很激烈还击 像是处于下风一般 视频曝光后 网友们议论纷纷 不少网友吐槽 武打明星也没有占到上风 也有人认为 疑似钱佳乐是标准的擂台防守动作 不敢下重手 只想自保 还有网友提出质疑 两人是不是在拍戏 不要乱造谣 由于钱佳乐暂时没有回应 所以事件真假难辨 希望他看到报道后 尽快出来说明一切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现年57岁的钱佳乐 是知名影星钱小豪的亲生弟弟 在哥哥的影见下 他也进入了电影圈发展 他的外形不算出众 因此没能像哥哥一样 一入行就演主角 而是从龙虎武师做起 1985年 刚从墨尔本小姐转型的杨子琼 出现在《皇家战士》这部电影中 为了拍摄打戏 常年练武 但没有武术功底的杨子琼 特意到洪家班 习武半年 每天练沙包 打沙包 踢腿 就连洪金宝都说 他的打戏很漂亮 可就在杨子琼准备就绪 想要一展拳脚时 不料却被一个替身 硬生生打进医院 直接鼓励 在杨子琼扬名好莱坞时 彼时的替身也早已在香港拥有了性命 人人都知道他叫钱佳乐 而他也早已成长为替身之王 很多人说钱佳乐很幸运 能结识到洪金宝和成龙这样的大腕 却极少有人知道钱佳乐背后的付出 在那个时候 能进洪家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洪家班不好进也不好留 其他武行的龙虎武师说 你要去洪家班啊 我们几个凑钱给你买轮椅 但这些言论并没有打消钱佳乐 想尽洪家班的心 之后便爽快地答应了洪金宝 与洪家班签约那一年 钱佳乐才17岁 是洪家班里最年轻的武师 而给他的月薪是15000元港币 而且还是保底 相比于此前的散工 年纪尚小的钱佳乐幸福的冒泡 钱佳乐加入洪家班后 立即就被洪金宝派去了西班牙 准备拍摄影片快餐车 而他这次的角色就是替身 电影中原彪从楼上纵身跳下的镜头 就是由钱佳乐完成的 当时从二楼一跃而下 屁股先着地的钱佳乐痛并快乐着 因为疼痛刺激了他的感官 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又不禁让他热泪盈眶 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 钱佳乐感受到了龙虎武士的魅力 只是那时的他却不知道 日后长达十几年的踢身之路 几乎是游走死亡边缘 电影《龙的心》一经上映 彻底刺激了香港观众的心 钱佳乐在结尾的高处一跃 让洪金宝叹为官职 更被大众称为香港电影最危险的动作之一 在当配角的同时 他依旧做着自己的老本行 不仅给成龙当替身 还因此与刘德华结缘 拍摄《夏日复兴》的时候 钱佳乐在影片中被车撞 又出演超高难度的火人 还给刘德华当替身 彼时的他饱受煎熬 但钱佳乐的成绩非然 这一年 钱佳乐提升的这部电影票房高居第二 破了记录后 洪金宝看出了钱佳乐的努力 给他发了很多奖金 拿着这些钱 钱佳乐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而哥哥钱小豪也因僵尸而名声大噪 逊尼俩似乎成了香港配角第一兄弟 为了追赶上哥哥 钱佳乐猛着势头 开始了新一年的冲刺 电影《东方秃鹰》如期拍摄 钱佳乐替身出演 但这部电影也让他吃尽了苦头 再次爆破镜头里 钱后总共拍摄了三次 最后一次 钱佳乐被炸进了水池 袁华想上前拖住他 正要把钱佳乐向上拉 却不料将他的整只手臂的皮 脱落下来 烧伤得很是严重 打不死的小强钱佳乐 被送进了医院 血痒了很长时间 1988年 钱佳乐替身红金宝 又穿碎玻璃 谈炎棚 然后重重的狠摔在地 这一年 钱佳乐还提升成龙 在影片《飞龙猛将》中 踢出了那世纪一角 但钱佳乐从不与红金宝 谈酬劳 依旧拿着死工资 乐不思数 也就是他这样耿直的性格 又一次为他争取来了 一次上好机会 红金宝将僵尸叔叔的男一号 交到了钱佳乐的手上 这部戏从《香港影坛》杀出 钱佳乐摆脱了替身的头衔 成为了男一号 与李立真 株连闭合 拍戏时 两人情愫健身 彼此颇有好感 从戏内走到了戏外 但这段恋情 只维系了两年 便已分手 两人对感情 从不多言 几年后的李立真 已经成为窄男女神 钱佳乐 却还在老路上 慢慢步行 此后 在电影《魏斯里之霸王谢甲》 《蝎子战士》 《密宗威龙》中 钱佳乐都顶着男主角的光环 逐渐有了名气 可正当钱佳乐 有望成为下一个功夫巨星时 红金宝却离开了家和公司 而钱佳乐的《星途之路》 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挺滞不前 此后的两三年 钱佳乐没能大火 虽然期间接了一些电视剧 却也是狼儿无功 也就是这段坎坷之路 上帝又为他开了一扇窗 并让他的爱火得意燃烧 1998年 钱佳乐参演电视剧《烈火雄星》 不知是不是这把烈火 点燃了钱佳乐的事业 还是爱情 拍摄《烈火战车》前 他结识了观秀妹 但两人拍拖一年 便已分手告终 在那之后 钱佳乐又与李珊珊拍拖 两位香港小姐竞选人 似乎要点燃钱佳乐的视野 古装神话剧《风神榜》 一经播出 便引发收视狂潮 正是这部剧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 认识到了 在剧中扮演三部神将 杨俭的钱佳乐 钱佳乐也靠着《风神榜》 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钱佳乐除了拍戏 就是陪女朋友李珊珊 变成了24校男友 两人的感情一度被好友爆料称 钱佳乐在菲律宾 曾向李珊珊求婚 还用筷子铜纸 折了一枚戒指 甜如蜜糖的两个人 一个是美艳女星 一个是名气小生 他们的爱情 不知献上了多少人 但这段熬过七年 这样的爱情 却被李珊珊和钱佳乐叫停 八年的恋爱时间 最终竟是形同陌路 至于分手的原因 外界盛传是李珊珊爱玩 招来了不少狂风浪蝶 但到底因何分手 这二人始终三肩七口 但在钱佳乐和李珊珊 首次同场之时 记者问钱佳乐 有没有和李珊珊碰面 并教她驾驶技术呢 她却笑着说道 我的年纪还不至于看不到她 她技术很好 还有个芬兰籍教练 不用我教 似乎坐实了外界的传闻 2006年这对相恋八年的情侣 为这段感情画上了并不完美的修纸服 可是只过了一年 就有媒体拍到 女星汤盈盈主动向钱佳乐示好 不过这件事两人都已否认 汤盈声明与钱佳乐只是好朋友 不得不说 这两个人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 钱佳乐也开始慢慢低调 之后的几年里 钱佳乐与汤盈盈柔情密意 拍戏之余还担任各代影片的动作指导 从连安导演的色界 到陆建青和梁乐明的赤道 再到尔东升导演的门徒 这些影片的动作指导皆是钱佳乐 而钱佳乐也在这条路上渐入佳境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路 并且成立了年轻有活力的钱佳班 2022年 相恋五年的钱佳乐和汤盈盈注册结婚 在两天后的宴席上 红金宝 成龙 张学游等大腕 都前来为他捧场 在经历三段爱情后的钱佳乐 终于和汤盈盈修成了正果 从五名小卒到龙虎武师 演员 再从演员到编剧 钱佳乐不仅实现了事业的高涨 最终拥有了美好的爱情 而他十分了不起 七年后 《使徒行者2》开播 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钱佳乐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 在拍摄之时 为了达到画面逼真的效果 剧组选用一辆真车来撞谷天乐 就连谷天乐说 拍戏时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 这部电影似乎重现了港片的辉煌 而这都被打上了钱佳乐的名号 钱佳乐入行至今已有四十余载 从默默无闻的场物 再到九死一生的踢身 钱佳乐的前半生 似乎不能用辛苦二字了结 称他为踢身之王 也是实至名归 如今55岁的他和汤盈盈 育有两个女儿 家庭事业双丰收 有人说钱佳乐很是幸运 能够从最底层攀登至今 但这份辛苦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如果踢身有姓名 那么一定是钱佳乐 但街上与人互殴 是影响不好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他本人 都希望他能尽快说清楚 话